今天节目来到了印度尼西亚来看一下在当地的政局 印度尼西亚的总统佐科即将在一年多之后呢 就借满了也不能够再担任总统的这个职位了 当然了在这个时候呢可能大家就在揣一下说 哎他如果已经不再做总统的话 那下来尚未接任的人又会是谁呢 所以在印尼现在来说各大的媒体呢都在讨论这个事情 今天节目邀请了印尼的媒体人邱烈峰来说一下他的看法 烈峰好 哈喽建宾好 旧吧城市频道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是所以呢现在先说一下这个印尼的媒体方面 现在最吵的最热的话题应该就是总统 下一任的总统应该是谁 这样的一个说法对吗 是的虽然说我们印尼的这个全国大选呢 还有一年多的时间会是在2024年的2月14号举行 所以2024年的这个情人节啊 我们就会可能大家会比较热的就是这个总统大选 全国的这个国会大选 但是呢因为印尼一直以来啊政治的话题呢都是大家非常瞩目的 有很多媒体呢其实主要的一些报道啊讨论啊也就是政治的话题 尤其是呃现在各政党呢都已经开始在摩拳插掌了都已经在有一些发出一些讯号说要呃提名谁作为总统候选人有有一个政党 甚至也已经宣布了他们想要推出谁作呃下一任的这个总统候选人 那在总统左科当然他因为呃已经做了两届的总统嘛 根据印尼的宪法呢总统只可以做两届所以呢他下一届是并不能连任的 那大家的问题当然就是说呃他自己呃认为是谁适合呃作为他的接班人当下一任的总统 那他自己呢也在上个星期六的一个呃他的支持支持者的一个大型的活动上面呢 发表了这个演讲然后那里面呢也有说到了呃几个要作为他的接班人的一个标准 或者是他自己理想中的呃这个2024年的总统的一些标准这样子 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下哦那第一个呢他有说到了就是说呃要作为印尼的总统 最重要的其实呢就是要意识到印尼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 印尼不管是种族 印尼有714个种族然后有超过一千三百个呃方言一万七千多个岛 所以印尼这个国家是非常多元了呃呃那个宗教也非常多种所以呢 作为一个领导人一定要知道的就是一定要意识到的就是印尼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国家 你要作为一个印尼的总统就是必须作为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也好每一个呃群体也好的一个总统 能够团结大家的一个总统 然后第二个呢就说到了建设我们都知道佐科呢他从上任以来呢就非常非常的注重呃基础建设 那他希望说呢未来的这个总统呢能够延续他现在所呃做的这个建设 然后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在这个建设当中呢并不可以只是呃以爪哇岛为主或者是爪哇岛为中心 呃从基本上从印尼独立一直到一直到他上任之前哦绝大部分的这个建设都只是呃是以爪哇岛为中心 呃印尼的总面积有190万平方公里但是呃只占了6.5%的这个面积的爪哇岛呢 上面却住了57%的印尼人口所以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就是因为长年以来 甚至在呃印尼还没独立的时候呢所有主呃绝大部分的主要的建设都是以爪哇岛为中心 所以就吸引了很多人呃呃搬到亚加大呃搬到这个爪哇岛就在亚加的爪哇岛这样子所以呢 他就希望说像他现在所所做的就是呃有很多其他的岛现在也开始做一些主要的建设 尤其是高速公路然后呢呃机场港口等等的这样子的一个建设 那第三个就说到了要选呃这个领导人不不只是总统可能是一些地方首长 就要就要选择一些真的真的能够呃感受到或者是意识到人民想要的是什么 千万不要选一些每天只是在呃总统府里面或者是在办公室里面吹冷气的领导人 那就是这样子说因为他自己的作风就是一天每天可能在他的办公室其实并不到两个小时 对每天都是到处跑都是去听听民生去监督他的一些建设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呃举动 然后呃有一个呢现在其实就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 甚至他自己所属的这个政党呃这个斗争印第民主党呢 开始对他说的这个标准不满 他说呢选呃领导人必须要选择呃为人民着想的领导人 当然这这句话很正常对不对 但是他之后就说了呃怎么分辨一个领导人是呃有为人民着想的领导人 就是呢他的脸他说他的脸上我能够看了就会有很多皱纹啊 就是经常呃为人民着想的领导人 然后呢头发是全白的头发 因为就每天都是在想为为人民着想怎么让大家的生活过得更好等等 所以呢呃头发就会变白 那可是这句话呢就让大家感受到呢 呃左柯他就是在暗示他想要支持或者是在2024年想要推举的总统候选人呃是谁 然后大家就马上联想到了呃呃呃现任的中甲娃的省长呃顃甘查尔 Polo 因为他在几个月前也有一个比较小型的他的这个支持者的一个活动上面呢 也有暗示说 我们想要支持的总统候选人 现在也在现场 刚好那个时候 中角娃的这个省长 也在现场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举动 就让大家觉得 这不是一个暗示了 已经是一个民事了 虽然说他没有 明显的说出名字 还是什么样子 可是他所说出的特征 然后我们看现在 有很多热门的 总统候选人的特征 其实就是 Gandjar是最符合的 那他的政党 斗争印第民主党 就因为 这个斗争印第民主党 到现在为止 大家都感觉 他们想要推举的是 这个党主席 Megawati的女儿 不按作为下一任的 总统候选人 所以他们在 在斗争民主党PDIP 和左科之间 就有这个不同的意见 然后大家都就说 这个活动当中 可能也是 左科想要向他的政党 示威的一个举动 就是说 当然要推举总统 必须要有政党的 一个支持 但是他自己的支持者 也不少 所以他的声音 也是有很多人 想要会去听 会去跟随的 所以现在这个局势 就是 左科和 他的这个政党PDIP 斗争印第民主党 之间的不同的 分歧的意见 尤其是在 总统候选人的 这个部分 是的 当然在这次的话 可以看得到 在过去这么多年 印第总统 左科他所做的事情 就把最近 他做的事情 拿出来讲好了 就是在巴黎岛 举行的这个G20集团峰会 就有各国的领导人 都到了那边去了 然后他也是在举行之前 到巴黎岛去视察 看一下当地的筹备工作 做的怎么样 都是很多事情 都可以看得到 他是亲力亲为的 然后过后也在西爪 就出现了地震的问题 就有个灾害 然后很多国家的领导人 也纷纷的去慰问他 包括了中国国家主席 习近平他也是向他 进行这样的会问 通过电话 对所以可见他在国际上面 是有一定的朋友 而且有一定的影响力的 所以说看 左科他在政治上面的表现 是如何 无论是国内还是外交 是这一次 当然我们在这么 他到目前为止之正 已经是有八年的时间 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对印尼做出的事情 然后他也是印尼人民 引以为傲的一个总统 因为就是透过他之前 就能够 印尼就能够申办亚运会 等等的一些国际活动 然后到了G20 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创举 而且在这次的活动上面 他的演讲当中 除了说到了刚才总统候选人的 一些标准等等 他也说到了这次G20的一个成功 然后他非常自豪的 以印尼总统的身份 印尼是一个大国的身份 来作为主办国 然后他很有趣的 他就说和美国总统拜登 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握手的时候 他都是抬头挺胸的 以一个大国的领导人的身份 来和他们握手 所以他的这个形象 他在国际社会的这个名声 是大家有目共睹的 而且也就是因为他印尼的关注度 是越来越高 印尼的建设大家觉得越来越好 也有很多外国的朋友 就是因为左科总统 对印尼的信心也是越来越高的 所以印尼有一个很大的一个 怎么说愿景 或者是一个梦想 其实在2045年 印尼独立100年的时候 成为全世界五大经济体之一 那如果说印尼以左科现在的这个建设的脚步 然后他在努力让印尼的形象 在国际社会上提升印尼的形象的这个工作 如果以他的这样子的方式 一个模式继续的做下去的话 大家就会相信说2045年印尼一定有机会 能够达到那样子的一个目标 所以这个左科这个总统能够 虽然不能够连任了 所以他的接班人 下一任的总统 真的是让印尼人民非常的关注 以及非常的期待 尤其是一起来支持他的朋友 是否有一个真正能够和他的能力 相对等的一个领导人出现 来让印尼能够更加的 尤其是在2045年达成那个100年独立的一个梦 那个梦想 是的 作为东南亚一个最大的国家 人口方面的话也是最多的一个国家 印尼下来的这个政治方面的走势 将会是如何 楚歌总统在届满之后 又谁来接任这个总统的职位呢 我们持续关注 再次感谢来自伊都尼西亚的媒体人 邱烈峰今天的分享 谢谢你 叶峰 不客气 建宾 谢谢大家 再会 新常态 新资讯 可以了 叶峰 谢谢你 谢谢 OK 工作愉快 工作愉快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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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